今天2022年的2月22号 我要去做一件人生大事 我现在突然说 可能对大家来说 是一件很突然很唐突的件事情 但是对于我来说 我经历了四年 感觉经历了好几倍 我和他刚在一起的时候 我当时是一个朝九晚五的会计工作 他每天早上从他的自己家里 来到我家接我上班 然后再回家 中午接我午休下班 下午又接我上班 晚上又接我下班 一天四堂 就没有一天啊 我说你这样子好累 粗一点都不累 因为这样接送 可以跟我多待一会儿 我还记得我有一次 加班到凌晨三点钟 他凌晨两三点钟 就给我们全办公室人 带了夜宵炒面那种东西 等我结束三四点钟的时候 再送我回家 他已经困得不行 后来我们家出了点经济问题 我就辞职了出去 想找点事情 可以赚点钱 然后去家里还一点 可以还到一点 然后他也每天支持 我和我自己想做的事情 但是我当时是真的 没有钱 没有钱 又想养猫 他就租房子给我养 一只两只三只 我每共养了三只相望猫 当时住了一个四平米的房间 八百块钱 虽然房间很小 但是回忆真的很多 我喜欢了老邪很多年 但是我从来没有花钱 去看过他的演唱会 因为我真的 当时还消费不起 他就花了很多的钱 带我去香港 看老邪的二旬收管 就是我现在的第一条抖音 坐在身边的 后来呢 我就被大家认识了 他就陪我去杭州工作 每天变着花样做好吃的给我 然后我就是一个很念家人 我就是有时候会发烧 我就很想妈妈 我就哭 他就开导我 就是真的开导的很烂 但是我知道他真的很想我开心 之前有一次我家的小侄子嘛 他妈妈因为疫情被隔离在外面 就没有办法及时回来接他下课 他才三岁啊 然后他就陪我从沥水 坐动车到小侄子的城市 去接我的侄子放学 我们就这样在外地照顾了 我小侄子一个礼拜 等他妈妈回来 这期间给他擦屁股啊 做饭啊 就是他 我有时候总想 他不需要这样 后来发现 他真的是因为很爱我 才做这些事情 就是照顾到了我的侄子 这种意见 那天他拉着我爸爸的手 我坐在他们两个中间 像一个透明的人一样 他觉得很丢脸 但是他还是一边哭 一边握着我爸爸的手 说想好好照顾我 真的很想永远跟我在一起 他说他愿意陪我去 留着这些我聊会的地方 我也想说我经常脾气非常不好 经常坐在楼上一生气 我甩头就走了 但是他都会在表演的路上 喂 几百万人看着你 不能欺负我 大家都会监督你哦 你才敢来的路上 你才敢来的路上 你才敢来的路上